我们历春开年了啊 塞恩开泰 那么我们这个泰卦 是历春雨水 这两个解气三十天之内的一个月的卦 小往大来急哼 那么意思就是说 这个羊的代表大 大的不断地向上涨 来了 那么小的呢 往下去 就走了 这个意思 因为阴它是向下的 阳是向上的 这个气啊 是这样流转的 那么哼 这个一定是急 首先是好的一样交代的这么一个像 象征着君子上道 小人 这个 伏法 它这个不是一个开始的状态 所以说 它哼 它是在半路出家 这个天地为始啊 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 它应该是 合在一起的 不分上下的 至于说有没有力 有没有真 它没提到 这个就是后话了 这个阶段主要是显向的 这个横通的意思 出九窑呢 就是这么一个大环境背景下 它是一个拔毛 它是一个拔毛 一起会啊 就是说这个连根拔起 带着大家一起这个 阳瑶的能量上来 这个动力 这个初心是非常好的 那么九二呢 就是说这个 阳瑶啊 在这个阴位 不当位 这个按道理是阴 但是它是阳 但是也有利于 这个立舍大船 渡过这个艰难险阻 因为这个大势所趋嘛 它在中摇 没什么不好的 然后就算 那就说这个 无凭不疲 无往不复 见真无救 什么 意思 说这个 海平面啊 就任何事情啊 没有一直是平着的 它都是波澜起伏的 它平着是一时一刻的 那么它终将回复 这个状态 很辛苦 因为这个 九三窑 它是一个领导 上官的终点 还在努力 误血其福 于是有福 不要忘了这个初心 不要练习这份诚信 到时候自然 就是 接好就收啊 是怎么样啊 这个意思 那么偏偏呢 不复 这个断鲸啊 这个古话 它是没有标点的 整个这个 管理解 很多的解释 不一样 那么 简单 大体上 我们这样看呢 就是 九四这个时候 小人 象征着 他要是 能够 这个知道自己的情势 把他 之前所有的 财富啊 地位啊 能够舍得 分给大家 这样 还是好的 那不然就不好 六五呢 象征着 这个 这个小人呢 不能说小人 就是说 他当道 以这个 逆取 而得的 这个帝王之位 君王之位 那么他 也舍得 就像一个国家 要 要 灭国了 他主动 这个 把他的 妹妹 嫁给对方的 和亲吧 我们这样理解 那么 他就是好的 这个 第一 以更和 和到了 更的这个位置 他就不是 不再是 一了 他就是一个 附属国了 那么最后 这个 就是说你 这个 穷后莫追 等他 这个 差不多 我们就 点到 位置